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很多高僧大德 看到很多人整天笑嘻嘻 因为他们知道人就是自作自受的来去 因为你自己作孽自己受 你自己想出来很多的方法来让自己痛苦 你一想到就会难受 都是你自己造因 所以你自受因果 自存在 因果是你自己被自己受 那么慢慢的在佛法里面就产生了 叫生灭自由 你想通了 你的心就自由了 你想不通这件事情 你的心就烦恼了 举个简单例子 身体不好的时候 你想不通 为什么别人都不生病 而我要生病 那你想通了 他们生病的时候我没看到 他们生病的时候比我还痛苦 只是我没感觉 这时候你想通了 你自己舒服了 首先医治你的病体 心病 然后你慢慢的 你灭度了烦恼 你的病就会离开你 如果你把烦恼揪在心中 不能放下 你执着地想 别人没生病 就我生病这么多 你会越想越痛苦 这个病就离你越来越近 你就不能把你这个病因和疾病 来把它明灭掉 你就活在病因当中 所以佛法告诉你们 当你灭度了你这个想法之后 你开心了 但是转一圈 一个小时两小时之后 可能这种想法又开始自生 自生的想法出来之后 又要靠你内心的 那种智慧来自己把它灭除 叫自生自灭 心的生出 就如来者 就像来了 烦恼来了 怎么办 无所从来 无所从去 自信奔空 就是告诉我们 佛性无所从来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无所从去 佛性本来我们就拥有的 不是你去找来的 它本来在你的本性当中有了 所以很多人说 我修心到处去学 你把你的良心修修好 你就拥有了佛的本性 你对照一下 你对照一下佛所说的那些 佛言 佛语 是不是我们内心 良心真实的 写照 所以我们有时候 拥有佛性 我们就拥有了人性 我们就拥有了智慧 那么就拥有了本性 其实本性在我们的内心 从来它没有失去过 也从来没有拥有过 因为它本来就有的 就像我们人 一个人生出来 你的鼻子耳朵眼睛 它本来就长在那里 比方说你的鼻子 你从来没看到 自己的鼻子的存在 当你两个手 把自己的鼻孔 一捏起来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感觉到 鼻子的重要了 因为你不能喘气了 实际上鼻子本来就拥有 没有因为你的不重视 而失去过 也不是因为你重视了它了 它鼻子在你脸部上存在 就像我们内心的佛性一样 从来没有失去过 也从来没有拥有过 因为在自性当中 它是空性 所以我们佛法才把这些 称为缘起性空 所以心经告诉我们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其实在空生空灭中 生出来也是由空变成色 由色又变成了空 也就是虽然有空 实质无空 什么意思 比方说你脑子里今天 知道要听师父讲课了 我脑子里现在不能动杂念 我要空 空 空 你空了吗 空了 你听师父演讲的时候 你当然跟着师父的语言在走 你心中是空了吗 空了 但是实质上你心 它是有个条件 你不是完空 没有完全空 因为你在进来之前 你还想着我要好好的听 我要多学一点 听完了 我要做笔记 我要在生活当中去践行佛法 这些就是你拥有过的 不是完全空的 这就是师父跟你们讲的 自信当中是空性 所以虽然有空 实质你心中还是没有完全空 虽然有灭 实质上你没有灭 你们今天来了 我一定要好好听师父讲课 好了 你这个我一定要好好听师父讲课 是不是你的实质无灭啊 如果你真的是空 你走进来 想都不想 什么都不想 就真空了 走进来 我要空 我要空 就像师父教你们念经一样 你们实在空不下来 你们可以脑子里想 我要空空空 诶 念了十下 脑子真的空下来了 但是这个空 是强制自己内心 不要去想象某一个物体 想象某一个思维 来控制自己 不要让杂念 进入自己的内心 保持它的纯洁性 这就是我们说实质无灭 虽然是空 但是空里面还有色 所以空即是色 所以告诉我们空和色 实际上没有丝毫差别 师父继续举这个例子 你今天来上课 你说我一定要好好听 脑子要放空 你这个思维实际上 也是一种空性 只是控制着你的语言和行为 那么真正当你坐下来 空的时候 你没去想这些的时候 实际上你脑子里 因为有过 我一定要空 好好地听师父的演讲 还是有色在里面 就是犹如维师论讲的 你的意识 你今天拥有的 想象的 所有的 都是你的心所造 你今天的心 想了什么了 你的心就 发现了什么 举个简单例子 你的内心下面镜子 你想象的某一个 菩萨 你的内心镜子里会产生一尊佛 然后你就特别的开心 心中有佛 你看见了这尊佛 好像是有的 实际上是你想象出来的 这就是空即是色 这就是告诉我们 心能造万物 如果你想象的 心中 我今天着魔了 那么你的内心 干净的一面镜子当中 就造出了模型模样 然后 你就开始 想象 那种劈头散发了 等等 你就会产生恐惧 这就是你心能造万物 但是你造了万物 你心同时也能灭掉万物 所以菩萨让我们何必去造作空色法呢 一切自然来 一切自然去 不要去逼着自己做某一件事情 因为你这个意识 你逼着它也有色在里面 所以这个有色世界 就是让你去执着 让你解脱不了 让你在空色当中造作诸法 什么叫空色 本来人本性是空的 但是呢 又有色 想我今天我一定要 我不能乱想 就是有色 人家说空到底的 真空的话 我不要想 连这个都不想 连这个都没有想过 你想什么 有什么好想的 你难道走过银行门口里 说我不能像坏人一样偷东西 一个好人走过银行 从来不会想到他去偷东西的 这就是本空啊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佛法界讲的 实际上一切色空 既隐藏的妙法 妙法就是我们说的 怎么样转换你的意识 唯师论就是假的 转换你的意识 让你的意识 能够成为大乘佛法的一种境界 能够操脱自我 能够境界提升 能够忘我 能够无我 能够去除我相的人 那才称得上大乘境界 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 何为空 我们经常说空了 那么什么叫空呢 你过去的思想曾经想过 你想过的思想 现在不去想它了 你把想过的东西已经忘记了 已经成为过去了 在你的八十天中 已经不复存在了 那么就是过去 就是我们说何为空 就会空 举个简单例子 你曾经的恋爱的人 让你这么痛心疾首 当你老年七八十岁的时候 因为这些已经想过了 已经是过去了 已经忘记了 已经在你的记忆当中 不复存在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叫空 你已经想不起来了 同样用这个空性 你去想一想 我以后能够干嘛 我以后年纪大了怎么样 你这个想象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空大 因为你还没到以后 因为你还没有到未来 所以未来它也是空性 这就是为什么金刚经说 未来不可得 过去不可得 对不对 所以当然你想象着未来的 某一种人和事物 它也是不复存在的 它是没有的 举个简单例子 很多人就会有想象 你坐个公车 年轻人那个时候都会想象 哎呀 我这个位置空了一个位置 待会上来一个年轻的 坐在我边上多好 最好是异性 这就是人的思维 他的思维 他在纠结着空 他觉得没空 但现在呢 他还在没有空的当中 他在执着的一些想象力 和一些意识的存在 那么我们说 我们现在所有做的事情 因为没有一个现在 因为你刚刚说现在 就像师父现在 我刚刚跟你们讲 我现在说了啊 这朵花非常的美丽 这个例子还没有过了 我这句话是不是变成过去了 那师父刚刚在三秒钟之前 讲的 你们现在玩手机 你们最清楚了 刚刚给你发的两秒钟之前 那他瞬间还给我了 一秒钟 所以一切都为空 所以金刚经说了 未来是空 现在也是空 过去更是空 所以经验告诉我们 在宇宙空间 它是没有过去的 所以我们活到今天 我们不能再去想过去的事情 因为过去 那只是一个瞬间 就像现在 如果你们知道做梦 做到你们曾经有过的前世 那是一个瞬间 那已经是空性了 那么没有未来 也没有现在 因为这些空性 不代表你现在 而现在又很快地变成过去 所以人就是在这种空性当中 无法把握自身的境界 所以人为什么会糊涂 有时候像做梦一样的开心 有的时候像活在地狱般的痛苦 因为他不能琢磨着未来 过去和现在 所以让我们人的思维 慢慢地流逝在空性当中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走路空门了 离开空城了 因为这个是空下 我对这个世界已经彻底的绝望 所以不想活在这个世界 等等的一切 这就是造成人迷惑颠倒的一个基础 这就是他不懂得未来 现在和过去 这个架构实际上都流逝在你的心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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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